台湾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黄敬营在11号表示 蓝白河从2019年起就开始一直吵 背后是有民进党的政治目的 想将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混为一体 但这两党的属性并不同 议题上是可以合作 至于政治选战的合作要考量更深 他透露 柯文哲的个性起初是一定要当政的 但最近态度转变 思考怎样让台湾更好 不排除跟谁合作 这就好比在骑双人协力车 大家都在看怎么样骑比较远 而不是比谁出的力比较多 再被问到柯文哲是否叫主义 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副手 黄敬营说 据他所知 柯文哲目前还不着急 正在考虑 但台湾民众党不管和谁配 2024都要看到台湾民众党的品牌 另外 郭台铭也还必须要处理与国民党之间的问题 至于是否可能与国民党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搭档 黄敬营坦言 侯柯两人的风格有落差 侯友宜主动性较强 柯文哲较安静有条理 两人若真的搭起来 不确定会变成什么状态 而蓝绿议员也出来表示 过去跟柯文哲合作的人都吃了闷亏 如今台湾民众党再度寻求盟友 势必也会让别人思考值不值得 柯文哲不是曾经讲过 民众党跟国民党的DNA不同 如何谈合作 现在又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能够延续下去自己的政治生命 又可以合作了吗 那这样子的人不是就是政治变色龙吗 假如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有独立胜选的可能的话 我们再跟其他在野力量的合作的 主导性上当然就比较强 而且也比较不会被吃豆腐 过去跟柯市长打交道的许多政治人物 到最后都沦为被吃豆腐 或被酸或被亏 所以我觉得今年一定要小心 不要陪了夫人又折兵